富里乡石牌村的土地公庙一处路口 因为多辆车行经道路时 行驶中容易被挡住视线 而富里乡民代表和贵乡直循时 就要求建设科设置加装反光镜 提升民众行的安全 公所则是回应会后会安排会堪 富里乡的石牌村土地公庙一处路口 因为多辆车行经道路的时候 行驶中容易被树林的叶子挡住视线 而富里乡民代表和贵乡就在总执行的时候 要求了建设科来设置加装反光镜 来提升民众行的安全 希望我们的建设科能够帮我们做一个反光镜 这个反光镜是石牌后府土地公庙旁边 它旁边有一条农路要往上面 上面有几十甲的农地 可是他们每次要回来的时候 有时候有点上风会有一点冲的力道 可是两边左右的车就看不到 希望我们乡公所尽快把它装设反光镜 让人民在工作之余 能够有行的安全 这个我给你看真的有着需要 树林旁边这边是树林 这边是土地公庙 直接出来就是我们的北厚府的那个农路 主要干到 我希望乡长乡公所能够重视这个案子 而河桂乡表示因为土地公庙旁边的大堆树林会挡住视线 后方又是农民都会行经的农路 使用率非常高的道路 希望公所能够先安排来会看 再跟地方讨论该如何解决 则向公所回应 会后会再安排会看来解决地方上的需求 记者高双双不理想采访报道